共分也好,通分也好,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因为戒通,戒通,分也通 都在一个世界里边就是一个大的共分 大的通分,说明通分 所以这就叫通分 通分是什么呢?通分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世界上面住 都是在说破世界 这就是说破世界的共体通分 也就是说破世界上面的所谓三界通分 但是三界里边不一样,这里边有余界的通分 还有色界的通分,还有物色界的通分,各有不同 所以为痛生一界 这就是说大家都生在这一个说破世界 都生到这个说破世界 真正的要有心 清净心,要离开杀生 不再杀生了 为什么不再杀生呢? 知道杀生是耶 是耶,杀生的耶是没有办法消的 杀生的耶只有靠你的十大转变来消耶 所以 有的转变在手上面 有的转变在头上面 有的转变在腿上面 所谓四肢,五体四肢的转变 在这四大上面 五体四肢的转变 让你守耶报 守耶报 所以这就是说杀生 离杀生的 所以要离开杀生的话呢 必须要有证见 你没有证见的人 你还是会回到杀生上面去 有了证见 从见解上面了解杀生的可怕 杀生的可怕 你就不会再摄入到杀生的这个范围里面去 进入到证见里面 你就要在证见里面能够专心 就会注意到自己不如别人 即使精进在证见上面公固 让证见显出来更证见 证见就是修行 修行的奔分 修行上面就叫证见 从欲流指乃至俄罗汉 杜绝 欲流是什么呢 欲流就是出国罗汉 成为欲流 欲流就是说流 就是这个罗汉流 也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罗汉才会有象 才会有果 有象有果 才能形成流 流就是水 流动的水 所以假设没有象没有果 这个水不会流动的 不会流动就不称为流 所以俄罗汉形成的时间 并不是一下就震到罗汉了 俄罗汉在灭金钉上面 显出来灭金 灭金是什么 灭金 这个世界上面的 见死烦恼 灭金了 在任何的这个情况下 不会再有烦恼 在任何的情况下 也不会发脾气 所以这是俄罗汉在修行的时候 就是在把自己所有的一切 一举一动 都好像流水一样 那样子流 不会再有变化 所以灭金 那所有简私烦恼 就好像一团水一样 没有变化 这样子才是俄罗汉的经键 所以这滩水里边 就有一点点风吹槽动 甚至于落一个小狮子 这滩水就起了颇吻 这就不叫俄罗汉的经键 这就叫俄罗汉像 还没有达到俄罗汉经键 知道俄罗汉经里边是什么 要是出到俄罗汉经里边 但是没有达到真正的俄罗汉的经键 所以叫像俄罗汉 出过罗汉的时候 就是移过罗汉的时候 叫欲流 愿觉是由十二因愿所依住 赴法作为依住 但是杜绝的没有这个 他都是看天 看天后 是冬天来了冷下雪了 要穿衣服 夏天来了 热 天气 热 要脱衣服 再看到花开了 花卸了 在这个时间 误他的道理 花为什么开 花为什么卸 今天的花是这个样子 这个颜色 命念开的花 也是这个颜色 也是这个样子 同样一株花 它有这样子 这种 颜色的不变 而念念都要开 都要谢 所以在这种 花开花谢 夜生夜落 是春夏秋冬 季节 看到 然后再看到 天空的飞燕 飞燕 是冬去 冬去春来 飞过来飞过去 这个时间 也想细细地来思维这些道理 由这些道理里面追出来 他的答案 这就叫杜绝 杜绝 他是与别人所想象的 与别人所觉悟的都不一样 是他隔遍而得的 往预流等 所以在预流 出过罗汉 他就要往预流 出过罗汉 就要增进自己 也就是自己的预流的 预流的境界 增进自己在流上面 在预流上面的境界 所以菩萨往菩萨 所以菩萨修菩萨的时间 菩萨 所谓菩萨者 菩萨者必须如现如圣 才成为菩萨 没有如现 没有如圣 不叫菩萨 所以如现的菩萨 也有清茂菩萨 你别看那个清茂菩萨 是三线位上显的菩萨境界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 达到清茂菩萨的这个 所以为何为清茂菩萨呢 因为在三线位上边 短三叶 转三叶清净 你在这个时间转三叶清净 转的时间下了决心呢 这个时间你是菩萨 你是菩萨 等到遇到额音院来了 又把你打破掉了 又进入到三叶里边去了 这不就是清茂菩萨吗 就是清茂菩萨 所以在三叶没有短清之前 都会有清茂菩萨的现象 所以三线位上边的标准 是短三叶 短三叶要知道短三叶 也不是短三叶的性 也不是短三叶的像 更不是短三叶体 再说也不是短三叶的这个表面 而是要短三叶的根本 三叶的根本是在哪呢 是在一根上面 从一根上面把它统统浓掉 一根清净 一根清净 一时不弃作用 这个时间三叶才会清净 所以三叶位上面 施主 由初主到施主 统统都是讲的如何 在三叶上面 当然文字上面没有写那么明显 在里边憨藏的意义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菩萨的三叶位上面 就是主要的就是短三叶 所以能够菩萨望菩萨 就是增进自己的 所以菩萨要增上缘 成为真正的三叶 三叶菩萨 所以那么有三叶菩萨 进入到师圣菩萨 所以出地到师圣菩萨 由师圣菩萨能够进到等觉妙觉菩萨 这都是旺 都是旺的 一层一层的趋向旺 旺 所以旺的意思是什么呢 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 所以由下边的品节往上看 这叫旺 你比如说天主教的这个教堂里边 教堂里边去左立拜 不叫左立拜 天主教堂里边去叫旺撒密 旺撒密 撒密是他们的圣经 旺是向上旺 因为凡夫只有抬头向上看 往上看 才能够看得到这个比你更好的 假设凡夫平时的话呢 与自己类同 与自己万传一样呢 假设凡夫往下看的话呢 那你就要落入到邪见 落入到不正当的上边去了 所以一定要往上看 往上看 才能够这个接近复原 才能够佛加持 你才能够领受得到 如来望如来 这里也是 如来虽然成了妙觉菩萨 成了化身佛了 报身佛了 还要望如来 还要达到 发身如来 发身如来 还是要望 望什么呢 要入涅槃 要入涅槃 入涅槃以后 还是要望 往 如涅槃 而不如涅槃 这就是 望是向上的祈求 望是向上的追 追孙才叫望 如是跟虎 像这样子 每一层每一层 互相之间的望 都是向好的方面走的 所以 但是坏的方面呢 杀生者 望杀生者 那是向坏的方面走 越走越深 所以 在善的方面 在邪见上面 也是邪见 在望邪见 邪见 望邪见 也是增加邪恶的一种程度 所以要离开杀生 就要离开邪见 所以 离杀生者 是代表了 也有离邪见者 这两种 两种不正常的 不好的恶相 要离 所以 望上面有望 望杀生者 和望邪见者 就应该有 离杀生者 也要离杀生者